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神的话语在每天都给我们亮光 一闪一闪亮晶晶 好我们今天是第二十六天主题式的默想 五从路德记看婚姻 圣经当中强调性与不性不能同父一二 但是若婚姻中就已经是这个状态 那就必须去影响另外一半 而不是被另外一半带着走 这是以利弥勒家族好的影响 我们无法看出路德何时放弃了 用牧师打造的偶像 他们原来拜的是姬抹神 有时甚至是以活人来献祭 这都是惹怒耶和华的事 且借先知的口多次的宣称要受审判 拿尔米婆媳关系融洽 不只是对路德连二八原来也是不舍离去 而在最困乏的时候 拿尔米放手的爱也叫媳妇于心不忍 这一切都在生活点滴中影响感化着路德 但一直到关键时刻 拿尔米决定要回乡了 路德才有机会透过这番的告白 可以算是绝志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而路德的这一个信仰的告白 也真实阐明了婚姻的深度 特别是跨国跨文化的婚姻 更感受得到婚姻的合一是到什么程度 他对拿尔米的认同是自己过去与马伦婚姻的延续 那是超越了地理环境的迁移 心里的接纳 包括国族文化 更有的是灵魂深处的信仰价值 且是日日的相随 致死才分离 这样的选择就是一个终身的选择 因此终身伴侣的选择 怎能够轻率不慎呢 以为只是两个人开心的玩 或者是生活在一起而已 也因此自旧约到新约 圣经要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禁止通婚往来 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二 路德这样的选择人 跟随人 就是形同在选择了信仰 跟随上帝 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选择配偶之人的提醒和标准 圣选对象 慎重婚姻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在婚姻中的弟兄姐妹 能够向路德的告白 是在基督里坚决的跟从 不死的爱 若是有未信的家人 也求主把拿尔米的爱心与生活的见证的能力赐给我们 我们愿意付代价 为未信的家人们来祷告 愿你如何祝福拿尔米 也照样的工作在我们的家中 听孩子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